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九十六天 不要停止寻求 卡特正努力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昏暗的洞穴 助手问 你能看见什么吗? 此时 卡特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了 他只是不知该如何用语言来形容眼前的景象 两千多年来 不断有探险家 盗墓贼和考古学家 试图搜寻埃及法老的墓穴 虽然线索寥寥可数 但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 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探墓之旅 几年过去了 一切看似要无果而终 但最终 卡特还是打开了一座埃及古墓 未曾有任何一位现代人 见到过此般景象 法老的穆乃伊躺在三层棺墓中 最里面的一层为纯金打造 最外面是墓质结构 镶嵌着金箔 法老带着炫墓的纯金面具 锦袍上相有无数珠宝 墓穴的其他房间装满了家具 雕塑 衣服 战车 武器 权杖 箱子 金字雕刻的眼镜蛇 花瓶 匕首 首饰 以及一个网座 这座墓穴属于在公元前1352年到1343年间 统治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 墓穴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3265年后 即1922年11月26日 图坦卡蒙墓穴的神秘面纱 终于被英国人卡特揭开了 卡特赢得了考古学界最令人振奋的成功 这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求 神爱你 但神不会将自己强加于你 神承诺 如果你认真寻求他 他就会把自己启示给你 真言第八章32到36节 每日寻求神的智慧 这是一幅描绘基督徒每日灵修 每日倾听神话语的美妙画面 你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 在他门框旁边等候 这才是活出完美人生的方法 才是一条蒙耶和华恩惠的道路 寻求神是如此重要 因为他事关生死 我们已经看到 真言中提到的智慧是指向基督的 基督才是神的智慧 获得智慧无关学到属世的聪明诀窍 而是真正认识智慧的源头 神他自己 但是寻求神需要耐心和操练 你必须学会等候神 如果太着急 反而欲速不达 主啊 感谢你 因为我找到你就找到了生命 帮助我每日寻求你 耐心等候你 并听从你的指示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十一章五到三十二节 坚持寻求神 耶稣鼓励你不要轻言放弃 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 关于坚持不懈的故事 在极具挑战的人际关系中 坚持不懈 具有极大的力量 耶稣接下来说 坚持不懈在你和神的关系中也非常重要 不懈的祈求 不懈的寻找 不懈的叩门 因为凡起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特别将这样的坚持不懈和得到圣灵联系起来 你需要不断寻求圣灵 以及从他而来的智慧和能力 耶稣表明 人们在接受神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典型性困难 他们是 第一 疑惑 对于祷告 人们有很多疑惑 他们会想 如果我祈求 就能得到吗 而耶稣的回答是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耶稣一定看出 门徒们对此还有疑惑 因为他接下来 从另一个角度 讲了同样的道理 寻找就寻见 他第三次说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耶稣了解人性 因此他第四次重复了上面的话 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着 门徒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信服 因此 耶稣说了第五遍 寻找的就寻见 甚至第六遍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为什么耶稣要将这个道理重复六遍 因为他知道 疑惑是人类的天性 有时你会很难相信 神将给你好东西 更别提是把他的灵 以及所有属灵祝福赐给你了 第二 恐惧 即便跨越了疑惑的障碍 你还可能被恐惧绊倒 你不知将要临到自己的是不是好事情 耶稣用人类的父亲来做比喻 没有哪位父亲在孩子想要鱼的时候给他蛇 想要鸡蛋的时候给他蝎子 正常的父亲根本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耶稣继续说 与神比起来 人类都是邪恶的 如果邪恶的人都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神又怎可能这样对待我们 神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请求神赐下圣灵 以及从他而来的一切美好恩赐 你就一定会得到他们 第三 不配 当然 重要的是你要确保自己已经真正认罪悔改 并且没有再次陷入曾经的罪中 然而 人难免跌倒 你也许感到自残行贿 或者不配 你可能想 神再也不会给你任何好东西了 有时 我们觉得神只会把恩赐给那些超级基督徒 而不是我们 但耶稣并没有说 你们的天赋 岂不更将圣灵给那些比较好的基督徒吗 耶稣说的是 你们的天赋 岂不更将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本段经文的第二部分教导我们 要寻求正确的是 某些人寻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而他们的同伴 刚刚还污蔑过耶稣 将耶稣通过圣灵所行的神迹 说成是借着魔鬼行的 耶稣指出 魔鬼不可能像他那样赶鬼 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寻求神迹 我们需要的唯一神迹就是复活 这个神迹表明 耶稣比索罗门和约拿都伟大 不要寻求错误的东西 要寻求神 神的国 神的义 以及神的灵 主啊 今天我请求你 用圣灵所带来的爱 能力和智慧来浇灌我 旧约圣经 生命纪四章十五节到五章三十三节 全心全意寻求神的同在 你可以和神建立个人关系 神对他的子民说 这是要闲给你看 要使你知道 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 摩西告诉百姓 他们将被分散在万民中 但他接着说 在那里你们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力寻求他的时候 就必寻见 在一开始 十节就强调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在乎人际关系的世界中 虽然如何与人相处非常重要 它是十节中第六到第十节的主题 但你和神的关系更为重要 正因为和神有良好的关系 爱才能从你里面流淌出来 神不是生活中的点缀或奢侈品 摩西说 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 神爱你 他拣选了你 并且希望通过与你同在来赐福你 他是一位有怜悯的神 他已经将你从智库中解脱了出来 就像他曾解救以色列民一样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神命令你 当将与他的关系放在生命的手位 其次是你与家人的关系 接下来是你与他人的关系 十节的最后一节 是针对心思意念的 摩西告诉百姓要听这些训诫 并且要学习 谨守遵行 如果你每日寻求神 全心全意 坚持不懈 就能活出完满的人生 并且彻底改变你爱他人 和服侍他人的方式 主啊 今天我要全心全意寻求你的同在 请帮助我经历你的爱和大能 请帮助我聆听遵行你的诫命 并且一直让你喜悦 佩博的补充 生命纪五章二十九节 为愿你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贱命 我发现我极容易因错误的事而感到畏惧 对我来说 他们是高度 蛇 狂吠的狗 以及暴虐之人 但是对满有大能的神 带有正确的畏惧是好事 我需要更加敬畏我们的神 并因此可以正确看待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我也非常喜欢二十九节的下半段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可以永远得福 今日金句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